女性在交际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并不是特别出色 很少女人能在工作或者生活中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 当然也有例外存在 一些性格或者是运势较为特殊的女性们 也是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那么这类女性有哪些特殊的志向呢 印堂位置上长有志 一般情况下印堂上长志乃是胸兆 因为代表着个人运势变化的印堂部位 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志或者是伤疤皱纹 否则命主在事业生活方面就会遭遇意外变故 但女性印堂上如果长有吉志 最好是红色的志的话 则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志向含义 长在女性印堂位置上的志 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美人志 这颗志代表着女性在生活中 容易遇到异性贵人 简单来说就是婚姻运势出色 可以嫁给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她们的丈夫便是自己命中最好的一个贵人 眉头上方有志 女性眉头的上方 也就是眉骨附近有志的话 意味着她们能够从贵人那里获得帮助 不过这颗志代表着妻人的贵人多为自己的亲人 也就是说女性的父母长辈等 能够为自己的生活事业以及情感带来很好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种志向还能够体现出女性家庭出身不错 有机会出身于富贵世家 从小便能衣食无忧 比起身边的人有着更高的起点 耳朵后面长有志 这是指耳朵的背后方长有志 从志向来看 女性耳朵背后长有志 乃是旺财的象征 也就是说这可志能够给女性带来财富 此外还象征着女性在理财方面能力出色 擅长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取大把的财富 这颗志也算是一种藏财志 不仅象征着女性擅长赚钱 还能够体现出她们在管理财富方面的能力 此外妻人也能够在工作中遇到贵人 从贵人那里获取帮助 脖子后方长有志 这颗志被称为苦情志 代表着女性需要经历痛苦 才能够遇到自己面中注定的那个人 不过单从志的象征含义来看 也确实是一颗贵人志 象征着女性的贵人就是自己的爱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 这次叫转换 你找到这个变劣抢几了 你怎么有这个编心